电视剧《我的恶魔少爷》正在持续热播中 最近 七路失忆的剧情可谓是太精彩了 失忆后的七路不记得初夏是自己的未婚妻 到认定初夏是自家的女佣 明媛本想趁机再次上位 却不想被七岁之声的七路给揭穿了 明媛不甘心经常暗中挑唆七路和初夏的关系 让七路越来越讨厌初夏 甚至还在学校里拿着喇叭大喊初夏只是自家的女佣 七路所做的一切彻底地伤了初夏的心 但是只要能陪着七路初夏忍了 这时 七路的奶奶回来了还带回了秦清 秦清是七路新一任的未婚妻 七路失忆后似乎很喜欢接吻 动不动就和秦清在学校玩秦清 还主动清理深灯 李深灯想都不敢想 自己的初吻居然给了七路 失忆后的七路真不让人省心 还经常让初夏在众人面前难看 可初夏并没有责怪七路 而是一如既往地包容他 初夏的真心最终打动了七路 尽管他还是七岁的智商 但是已经能看清初夏对自己的好 不久后 七路在初夏和李深灯他们的帮助下 慢慢地恢复了记忆 但是 他并没有把恢复记忆的事情 告诉初夏和其他人 之所以这么做 七路是想查出当初是谁绑架了自己 在这期间 七路每天都会向初夏撒娇 每时总是要初夏抱着自己 初夏以为七路没有恢复记忆 所以他什么都依着初夏 晚上 七路还要和初夏睡觉 初夏当然很高兴 毕竟两人已经订婚了 再说 初夏也是真心的喜欢韩七路 两人在一起久了 七路居然让初夏怀上了身孕 当孕简出来后 初夏这才知道自己被七路骗了 但初夏并没有责怪七路 七路是个情商智商并存的人 也难怪会有那么多女生喜欢他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追剧的小伙伴 欢迎订阅 评价 转发哦